Hello Brian 你好 早晨 做了很多年的這個記者會的MCO 今年有沒有特別的感受 今年是第二年回來文化中心搞 我覺得最感動的位置是有兩個的 見到阿冰有份做宣讀名單的嘉賓 然後漢寧真的讀了他入圍的 有份入圍的得獎 有份入圍的題目搞得我都很緊張 很替他開心 恭喜你 阿冰 恭喜你 謝謝 很開心 另外第二個位置是Fish 會公佈最佳男主角提名 他公佈了小野 我看到他都很激動 很感動 會不會令你很想在電影業大展拳腳 想的 其實一直都很喜歡拍電影 又不是沒參與過的 也有參與過電影的小配角的角色 希望將來有機會 因為其實金像獎自己都參與過很多屆 通常是CII主持身份去參與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有一天可以跟團隊走一次紅地毯 應該都是一個圓夢 都可以開心 那麼多位導演可以找我 我是Brian陳安立 除了是一個CII主持身份 我是一個演員 我什麼角色都可以 每對白都可以 你也有去看大球場的球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真的感覺是 什麼事 我沒有叫回水 我叫refund 因為你也不懂得聽中文 沒有意思 refund 一起點 坦白說其實那場球上半場很精彩 尤其是看到港隊追評那一刻 大家都叫到電 沒有想過 我們港隊都可以踢贏 別人的美職 或者有機會踢到 還有有個希望 即是覺得他上半場不出 即是不要緊要 下半場出 或者出十分鐘 都開心 即是有個希望 即所有事情都仍是很美好的 一到下半場 一秒一秒過 是 有些夢想幻滅的感覺 還有 有個提我挺有趣 剛巧馬國明坐在我後面 他是超級足球迷 真的要多謝他 因為我其實是沒有看美職 整對馬明一個人 我都叫不出 除了美試之外 我想大部份香港的球迷 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馬明是很熟悉的 他是有看開的 他在後面就詳細跟我分析 這個球員你要16號 Tiler你要留意 然後他講完就 咦 人家又入了球 有他生動的旁述 令到那場球又生息一些 但你和太太一起去 那你不懂得教他 你又不是很不懂 不懂教 我不會教他 我都是被人教的 因為我少入場看足球 我通常看籃球 但我覺得其實大球場 無論你是否看開球的人 那個氣氛都很棒 幾萬人一起去喊 一起去感受那件事 美斯五學場是真可惜 我覺得大家都很憤怒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 你不要說退了錢 可能一半 我就是邀請的 所以我沒有那麼憤怒 但是我感受到身邊朋友的憤怒 我覺得這幾年香港可能整個社會經濟 所以大家其實都不是那麼好 其實大家入場都是打算開開心心看一場球 但誰知道入場都看不到最想看 美斯其實我明白那種憤怒 你自己憤怒了多久 都是那句 你送票給我 所以我不是真的那麼憤怒 美斯說期待下次再去香港 你現在期待 最好就是 今次買了票的朋友 是不需要付錢入場 那就很好 還有 笑一下 就算不下場 在一個圈兜三分鐘 跟大家打招呼 笑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收貨 她在日本笑了 她說日本在家就明天落床 你自己聽到她說這句話 生氣不生氣 唉 不做了 訪問 美斯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球員 希望她可以再次回來香港 補償大家 謝謝